可sir,麻烦你介绍一下所拍的照片 给大家欣赏一下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用这支R镜的70-210mm F4镜头拍的 但这张照片当年你买的都很昂贵 大约九一年左右 那时也要一万一千多元 一万一千多元 当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但现在就很划算 现在几千元支 这个你强项了 这支是Zoom镜是单桶式设计 一些早期的设计 但这些镜当时也很好用 因为可以有很多变化 即是拉爆 或者是可以做到 那些什么效果呢 即是一做Sport来说 那些动感上的表现 是很好的 这些镜是非常好用 特别是近这几年我是搞那个叫 将令南画派的国画技法融入摄影 那这支镜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它是one touch 对焦和变焦是同一个环 是 所以玩重拍 玩刚才说的这种国画技法 是最适合用的 而且它的质素真的 是估不到那么好的 超版 我自己用过就觉得 是非常漂亮 但实际上我们说 拉架镜头和日本镜头有什么分别呢 最大的分别就是层次 颜色 是 讲Sharp 我想 拉架镜头不是追求这件事 没错 因为很多人都是有点不解 以为镜头是越Sharp越好 但是事实不是 越Sharp 层次损失是越大 是吧 是 所以就是 不是越Sharp越好 所以这支镜是一支 非常好用的镜头 不过不保值 这支绝对是好玩的 这支是好玩的玩具 我们不如先拍照 看看这支镜头拍的照片是怎样 好 接着呢 接着这张 亦都是用这支 R镜的70-210mm 这张相片很有特色 它前面产生那么多 好像波波电 是的 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用双重曝光的 是 你行这个方法叫A加B A加B 先拍了远景 再近景outflow 那水的反光点 就形成一个光点 那这种叫A加B 拉架镜头呢 有个特点就是 光位没有那么容易爆 嗯 暗位给回一些细节 是 分别在这里 那真的 非常之好用 这支镜头 35-70mm 这支 一支不显眼的松颗 是的 是 好像这张相围来 看到树的崖边的位置 是的 这张是在黄山拍的 在黄山拍的 那就是拍素画彩色后期转黑白的 哦 哦 跟着这张呢 就是在黄山拍的 这张是比较长一点的 菲林相来的 嗯 那这张呢 是用一支拉架的M镜 是 深流力35mm 1.4 是 那这张是用这支镜头拍的 这个是加拿大版 是 跟着这张呢 都是用一支 R镜 70-210mm拍的 那这张是用三重曝光的 一实一虚一船 有机会再说这些 是的 或者是 一般人是拍耶稣光 拍耶稣光就越拍越好 那我这张呢 就不是的 是用一个船呢 是使得它呢 是柔和一点的 那这张相片有个名字 叫做是 轻辅你的念 是 好像妈妈呢 摸一下那个 那个 那个 棉珠仔 这样的 是 这样的效果 那这张呢 也都是用这支 R镜 70-210 70-210 好了 那这一张呢 就是用一支M镜 Sumicron 90mm F2 那这张相呢 是放了一张 是大相 是在 法国国家博物馆 永久收藏 哇 厉害 这一张 是 这一张 很厉害 那这张呢 在龙胜梯田 是啊 在龙胜梯田拍的 那这张都 八几年拍的了 都很久了 那这张照片 当年你是菲林拍的 菲林 哈哈哈 数码来说 我都是好像 05年之后 这十四五年才用数码 这张是八几年的了 都很久了 那这张呢 那这张呢 就在龙胜影了 那通常去黄山拍照 都是活经的经龙胜 那这张龙胜呢 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也是用令南画派的手法 那这张是五重曝光的 一实两驱两船 一实两驱两船 那这张呢 就在南韩影的了 那也是用一支 R镜的 7210 那你看一下 那些彩色 那些色彩 多漂亮 那些红叶和 倒影 哇 很漂亮 这张是 在南韩的 那这张也都是 在英西影的了 都是这支了 R7210 那这张是 叫做 山头邪照 却相形 那这张呢 那这张呢 也是很特别的 那都是用这支 R7210 那这张是 在新良潭拍的 那这张是 都是用令南画派的手法 就是一实两船 那这张呢 那这张呢 是用一支 是一支 Sonicron R镜 50mm 二光圈影的 那这张 你能看到的 那些质感 和那些光 很漂亮 那些质感 那些质感 完全告诉你 那件物件是什么 是的 那接着这张 就是M镜 那是在 旺角街头 那这张呢 那这张呢 是用一支肥狗 是 90mm 2.8 那是用那支 肥狗影的 那这张 那这张呢 现在已经认不上了 认不上了 没了 杀佳了 那这张镜 你看到那些 UFO位 那这张对焦 就是对那个 吉他的 那些钉 是吧 是呀 那你看UFO位的 鬆化 真的很棒 是 那这支用肥狗影的 那这支呢 又是用一支 阿龙 7210 那这张也是一张 是三重曝光的 一十两船 那这张呢 又是用一支 阿龙 7210 这张是手持 十分一秒 那又拍到那些 白佬呢 是有动感 在拍影的 是吧 好有的 是 那这张也是 阿龙 70-210 那这张呢 又是在 港西影的 是 龙姓了 那是用一支 Summicron 90mm F2 那这张也是在 法国国家博物馆 永久收藏的 这张好 那这张呢 是在南韩拍的 那有个名字的 是叫做 是两望烟水女 那也都是用 也都是用这一张 这一支 阿龙鏡的 7210 那这张也是 三重曝光的 那这张是在印度拍的 那这张是用一支 是阿龙鏡 Summicron 90mm F2 拍的 那这张呢 你看看 那个暗位的 细节 很棒 是啊 那个人面上 是啊 是啊 就是臭纹 那这种纹 是啊 是啊 真的那些颜色 方面都是很美的 是啊 是啊 那这张也是在印度拍的 那也是用一支 阿龙鏡的 90mm Summicron F2 拍的 那这张你看到呢 那这张就是 幻景深了 是 开尽二光圈 那所以看 是 因为女生呢 前和后呢 相差是不到一尺 是 但是景深很淺 是啊 看到变化 是啊 那景深很淺 只剩下 前面的女生 后面的就是outflow 那这张照片 最杀食的就是 眼睛 没错 眼神 加上两只 白兔牙 是啊 那你一看 那些颜色 暗位 真的是 完全是 发挥到 一些拉架镜的威力 是啊 是啊 那接着这一张呢 就是用一支 M镜的 135mm F4 哦 135mm 很漂亮 那有些人说 那这支是APO镜来的 是 那这支镜呢 就是 90 不是 八多年的时候 是 都是过万元的 不知道是万一 万一二元的 但是这支镜 现在是很便宜 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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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镜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质感就是 是吧 这支是M镜的 135mm F4 好了 那接着这一张呢 就是在黄山镜的 也是多重度光来的 那就是用这支 R镜的 35-70 35-70 用这支镜镜 很厉害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那些暗位 那些 那些 那些都是非常之层次丰富 那 那接着这一张呢 就是 很厉害的 用一支是 M镜的 就是 3mm 1.4 Steel Rim 啊 钢嘴 钢嘴力啊 厲害啊 那这张呢 就是拍了彩色后期转黑白的 但是转黑白之后 你看这个立体感 真的 很强 凸出来的 真的整个洞在你面前 是啊 凸出来的 真的 没得说 真的 那接着这张刀是降噪的 是啊 这张刀 是啊 你看这颜色亮到 是啊 你看这颜色亮到 不止颜色亮 不止颜色亮 直接你看到那个 那个欧浮现的 是浮现的 是浮现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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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是 是 非常好的镜头 是 那接着这张呢 是在 青麦形的 去年我们 那这张呢 就是用一支 R镜的 R21mm F4 用这支镜影镜 接着这张呢 就是用一支 M镜 Sumicron 是 50mm F2 是 那你也都看到 这些 F4很漂亮 是 暗位的detail 又出得很漂亮 是 那有些人说过 拉架未出过 不漂亮的镜 是 那特别是 Sumicron的系列 真是 刺刺到漂亮 这个很肯定成为 刺刺到漂亮 是 好了 那这张是 用一支 M镜 叫做90mm Elmerid 92.8 瘦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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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是瘦狗 你看那些 Outflow位 那种松化的感觉 真是 很棒 散景表现 散景很漂亮 通常我们都会开尽光圈 开尽光圈 开尽2.8 就只是拍摄吉他 上面那几粒钉 那些人物外面 全部都是Outflow 其实拉架镜很多时候 很多朋友都说 开尽光圈 开尽光圈 它和其他品牌有些不同 它不会说给到 那个数值 就是光红值 给到你 用不到 它是一定用得到的 是 因为很多都 有个这样的说法 就是一支镜头 最大光圈不是最漂亮 是 通常是最大光圈 縮小两级 是 那个最漂亮 但是拉架就是 开尽光圈都这么漂亮 那你买一支大光圈镜头 你又不用 是不是很浪费呢 好错 好了 这张就是用一支M镜 收秒力3mm 1.4 那这张是用60分秒 手持 就拍到它凤头 那它手是在打鼓的 这样凤头 那这位 这个此情不在 因为西洪赛街都杀街了 没有 以后都没有了 那这位呢 就叫阿鲁仔 那他都退休了 那都是 因为我都 在西洪赛街拍了很久 那因为我玩M镜 M镜主要都是玩slapshot 那所以我 也带同学外形呢 我都很喜欢带去西洪赛街的 那所以 慢慢和这些歌手呢 特鼓手 都熟悉了 那这位叫做Loo仔 挺好的 好的 那这张都是R镜的 21mm F4 是在长城的 这张也是了 长城的日出 那你看到暗位 哇 真的没得说 是啊 看到了 就是刚刚日出 那么大逆光 大逆光 是啊 大逆光 那你一般来说的镜头 光是当然漂亮 是吧 但是暗位 很多情况是 没有了细节 但是你看看 细节全看完 是吧 那这张也是 这也是了 Superangular R镜的 21mm F4 好了 那接着这张呢 就是在印度拍的 这裏 印度的齋扑尔 那就拍的环境是很黑 很黑 那都是用这支 Superangular 21mm F4 拍的 那你看看 那些暗位是非常之美的 这一张也是 这一张也是 21mm 21mm F4 那你看到那些 布的质感 那些是细节 那些是细节 非常之美 这张呢 另外一个位置 色彩很漂亮 都是用这支 Superangular 21mm F4 那就是这张在果欄拍的 我拍的时候是 旁陀大雨 那就是在天桥顶上拍下去 万块门 那都是用这支 R 镜的70mm F4 21mm F4 好了 这张是用这支R 镜 那你看到的色彩 是非常之丰富的 那就想说一下 就是说 拉架的色彩 和其他的镜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说 拉架追求的就是自然真实 是 还原色真的 是 还原度 那因为有些镜头呢 它的颜色出来是很漂亮 是 不过略感会夸张 是 那首先要知道就是说 颜色是什么呢 颜色是光电波来的 每一个人对接收的颜色 就是对接收的光电波 都不同的 是 所以有些人喜欢厌厉一点 有些人喜欢自然舒服一点 但是我自己就很喜欢拉架镜头的颜色 是 那这种是追求一种自然舒服的 是 那这张也是 你看看 很漂亮 有些暗位 是 暗位的细节就出了 是 是 很多 很漂亮 是 那还有 你看看 光位不爆 是 是 但因为光差很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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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镜头 还原不好 这些光位就爆了 是 是 但是你看看 光位仍然这么漂亮 暗位的细节就这么漂亮 是 是 所以你看到 拉架镜头的威力 好了 这张是在青马影的 就是 用一支 是拉架的 Superangなん rod 超文 ded 21mmF4 在室内这些 图 一个圈 我便很喜欢用这张镜头 这张镜头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不得到相아서 Direct 全是 距離即中 但这些室内环境上 相当暗同的身方 实际的话 我觉得很多软约有四 divided 碟空那么小 也不足 实在说我就不会用四缸圈 因为四缸圈来说 即使你是21mm广角镜 景深也不够覆盖 所以我通常不会用四缸圈 通常这些环境我会用八缸圈甚至十一缸圈 我希望景深覆盖大一点 我要从人覆盖到这个位置 厨体后开始就够覆盖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拍照 用什么光圈去拍 不是因为光线强弱 最重要是拍什么 你要求景深是多大 要大的景深是用小一点的光圈 浅景深是用大的光圈 所以用景深的需要来决定是用什么光圈 并不是因为光暗 有很多时候有些朋友可能误解了 是的 所以四缸圈是没问题的 所以不用对焦 一尺就可以了 真的不可以小看四缸的镜 是的 是的 这些实在是吹烟 吹烟向上的时候 遇到冷空气压住 它不可以向上升 只能够向两边走 好 是 看到了 好 这个 了